電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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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各位夥伴,我們現在開始來介紹 使用電鑽車的時候要注意的一些安全的設備 第一個啊,我們要戴的一定 要使用的一定就是手套 而且特別要使用這種防滑石的手套 以免我們在使用的時候電鑽滑落 或者是我們要鑽的東西滑落 來,我們先戴上手套 左右手都一定要戴喔 再來還有一個 我們在使用電鑽的時候 一定會有很多的粉塵 帶來很多的鐵穴,很多的木穴 這些東西都很容易去傷到我們的眼睛 所以說一定要準備護目鏡 那戴眼鏡的人也可以準備這種比較寬版的護目鏡 因為你戴眼鏡也是可以使用 OK,這樣就是最基本的一些安全措施了 那這時候我們開始來試著去撞我們第一種材質 木頭 那在鑽木頭的時候 我們前面有提過還記不記得 電鑽它有震動跟非震動的功能 鑽木頭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前面有講過什麼 鑽木頭的時候要用非震動的功能 震動會用在水泥牆上而已喔 好,那這時候我們拿起電鑽 開始確認我們電鑽各個部件 使用前做各個部件的確認 那第一個要確認的東西 肯定就是鑽尾 鑽尾的話有分各式各樣的鑽尾 那我們現在用的是木工鑽尾 那我們後面可以介紹各式各樣的鑽尾的差異性在哪裡 那木工鑽尾可以看到 前面就是有一個尖 很尖很尖的一個頂 有沒有看到它有一個很尖很尖的定位點 OK,這就是木工鑽尾的特性 那這時候我們把木工鑽尾 開始裝到我們的電鑽上面 電鑽上面有個夾頭 各位可以看到夾頭裡面是有三個機具所組成 你看我現在轉緊轉鬆 有三個鐵件組成 那三個鐵件就會用正三角形的方式去把我們的鑽尾夾緊 好,我們先把我們的夾頭放鬆 各位可以看到夾頭開始越來越開了 好,鑽尾放進去 開始把我們的夾頭鎖緊 好,不是用手這樣你就有辦法鎖緊了 千萬記得這時候電鑽裡面會有附這一種 會有附這種極輪板手 這種極輪的旋轉鈕 鎖的時候千萬記得 這上面 有三個可以鎖這個極輪的洞 三個點要平均施力 要平均施力 比如說像這邊 另外一個點 第三個點 這樣子我們的鑽尾才可以確實的夾緊 不會在使用過程中鬆脫 這時候再來調整第二個東西 就是調整我們要鑽的深度 怎麼調整 很簡單 好,這時候我們把 可以調整深度的這一隻桿子先放鬆 這時候對著我們的材質 先把兩隻鑽尾跟齒龜都調成平行 好,這時候稍微微微的鎖緊 好,不要鎖太緊喔 好,在這個階段就開始 要看我們要鑽的深度 看要鑽多深 把這一隻齒龜 往後拉 比如說假設我現在要鑽兩公分 這時候 我會依照上面的刻度 向後拉兩公分 OK 那這時候可以看到 他們兩個的前後差 就是等一下鑽進去的長度 好,我們把我們的齒龜鎖緊 OK 這時候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記得 所有的鑽尾的紋路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紋路 它都是順時針的 它的紋路一定都是順時針的 所以說我們剛剛記不記得 電鑽可以調整什麼 正轉跟逆轉 OK 所以說 我們一定要用正轉的方式 符合我們鑽尾順時針的螺旋桿 然後下去裝我們的材質 所以這時候一定要調成正轉 那當逆轉的時候呢 當逆轉的時候 這個鑽尾是沒有辦法鑽進去的 鑽尾會一直在 材質的上方一直停留 然後如果你持續太久的話 搞不好 像木頭的材質 它會怎麼 會摩擦生活 OK,要小心 這時候我們調整正轉 我們來測試一下 OK,這就是正轉了 那如果逆轉的時候 記不記得 這邊下面有一個正逆轉的開關 如果它現在是逆轉的時候 我們就把開關向另外一項調整 接下來最重要的調整轉速 在鑽各種材質會有不同的轉速 像木頭 我們會把轉速調在大概中上的位置 不能調太慢 因為調太慢的話 你是裝不進去的 好,我們藉由這個扭力旋鈕 或者可以稱之為轉速旋鈕 去調整適當的轉速 大概是調在中上 好,測試一下我們的電鑽 OK,萬事皆廢了 我們可以開始來試著裝我們的材質了 在鑽任何材質的時候千萬記得 鑽電,使用電鑽 很多人在使用電鑽的時候 常常鑽洞鑽到會把鑽尾鑽斷 或者是鑽出來一洞 亂七八糟甚至鑽不進去 其實就是在使用的姿勢 是有問題的 那什麼姿勢是正確的呢 很簡單 第一個,輔助把手 第二個 我們虎口 虎口就是這個地方 虎口就是這個地方 虎口 抓緊我們的板手 虎口正對著我們的 我們的握把 正對著它 然後鑽的時候 手腕這邊不要傾斜 不要彎的 手腕是直的 手腕跟手背是呈直線 手腕跟手背呈直線 這樣在施力的時候 才不至於讓手腕太吃力 而且不至於如果今天一個 不小心彈跳 手腕不會扭到 OK 所以記得手腕跟 手背是呈直線 好 那 施力是哪裡在施力呢 是手背這一段 OK 是手背這一段 向前壓的力量 向前壓的力量 千萬不是 手腕再出力 好 那這時候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先試著來鑽這個 裝我們的材質木頭 好 OK OK 鑽到適當的點 有沒有看到 它會頂到這個深度控制器 好它就會停止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停止我們的電鑽 然後把我們的電鑽取出 取出的過程中 有比較方便的取出方法 就是把轉向變成逆轉 把轉向變成逆轉 一樣 這樣 啟動我們的電鑽 然後慢慢的取出 OK 這樣就完成了 木頭的 鑽洞了 有沒有看到 木頭上面就有直接鑽一個洞了 那如果說你要鑽穿它 你也可以去調整深度 依照你調整的深度 下去看你要鑽到什麼程度 對 你也好 回家 你要喝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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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